Hello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,我们今天继续读《红楼梦》这本书。 好,我们现在开始。 贾母笑着把方才一息话说与众人听了,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呢? 再也有和凤姐好,情愿这样的,也有怕凤姐儿,巴不得奉承她的,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。 所以一文此言,都欣然应诺。 贾母先道,我出二十两。 薛姨妈笑道,我随着老太太,也是二十两。 邢夫人王夫人笑道,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,自然矮意的,每人十六两罢了。 刘氏礼库也笑道,我们自然又矮意的,每人十二两罢。 贾母忙和李库道,你寡妇失业的,哪里还拉你出这个钱? 我替你出了吧。 凤姐忙笑道,老太太别高兴,且算一算账在懒事。 老太太身上已有两分呢,这回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两。 说着高兴,一回子回想又心疼了。 过后儿又说,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。 是个乔法子,哄着我拿出三四被子来按理补上,我还做梦,说得众人都笑了。 贾母笑道,依你怎么样呢? 凤姐笑道,生日没到,我这回子已经折瘦得不受用了,我一个钱也不出。 惊动这些人,实在不安,不如大嫂子这份我替她出了。 我到那一日,多吃些东西,就想了福了。 行夫人等听了,都说,很是,贾母方远了。 凤姐儿又笑道,我还有一句话呢,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,又有林妹妹,宝兄弟的两分子。 姨妈自己二十两,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。 这倒也公道,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两,自己又少,又不提人出。 这有些不公,这有些不公道。 老祖宗吃了亏了,贾母听了,呵呵大笑道,到底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。 这说得很适,要不是你,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。 凤姐笑道,老祖宗只把她哥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,以为站一个吧。 派每位剃出一分就是了。 贾母盲说,这很公道,就是这样。 赖大的母亲盲站起来笑道,这,这可反了。 我替二位太太太生气,在那边是儿子的媳妇,在这边是内侄女儿。 在这边是内侄女儿,倒不向着婆婆姑姑,倒向着别人,这儿媳妇倒成了陌路人,内侄女儿倒成了外侄女儿了。 说得贾母和众人都大笑起来了。 赖大的母亲应又问道,少奶奶们十二两,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。 贾母听说道,这使不得,你们虽该矮一等。 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,位虽低些,钱却比他们多,你们和他们一利才使得。 众母默听了,连忙答应,贾母又道,姑娘们不过应个锦儿,每人照一个月的月历就是了。 又回头道,鸳鸯,来,你们也凑几个,双亿凑了来。 鸳鸯答应着,去不多时,带了平儿,西人,彩霞等,还有几个丫头来。 也有二两的,也有一两的。 贾母应问平儿,你难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? 还入在这里头。 平儿笑道,我那个私字另外的有了,这是宫中的,也该出一份。 也该出一份。 贾母笑道,这才是好孩子。 凤姐又笑道,上下都全了,还有二位姨奶奶,她出不出,也问隐身儿。 进到他们室里,不然,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。 贾母听说,忙说,可是呢,怎么倒忘了他们。 只怕他们不得闲儿,叫个丫头问问去。 说着,早有丫头去了。 班人回来说道,美味也出二两。 贾母喜欢道,拿笔念来算明,共计多少。 游士英悄悄地骂凤姐道, 我把你这没足够的小蹄子儿,这么些婆婆绳子凑银子给你做生日,你还不够。 又拉上两个苦瓢子,又拉上两个苦挂子。 凤姐也悄悄地笑道,你少胡说,一会子离了这里,我才和你算账。 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? 有了钱,也是白天还,也是白天还别人,不如居了来,咱们乐。 说着,早已喝了,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零。 贾母道,一天细酒用不了。 游士道,继不请客,酒席又不多,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。 头等,细用钱,细不用钱,审在这上头。 贾母道,凤丫头说哪一班好,就传哪一班。 凤姐道,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, 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吧。 贾母道,这件事我交给真哥媳妇了, 越发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儿,受用一日才散。 游士答应着,又说了一回话,都知贾母乏了,才渐渐地散出来。 游士等送出行夫人,王夫人二人散去, 因往凤姐房里来,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。 凤姐儿道,你不用问我,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而行事就完了。 游士笑道,你这么个阿乌尔也忒行了大运了, 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,原来单位这个, 出了钱不算,还叫我操心,你怎么谢我。 凤姐笑道,别扯扫,我又没叫你来, 谢你什么,你怕操心,你这回子就回老太太去, 再拍一个就是了。 游士笑道,你瞧瞧,把他信的这个样儿, 我劝你收着,我劝你收着些啊, 我劝你收着些啊好, 探满了就要流出来了, 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。 次日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, 游士方才起来梳洗, 宁问,是谁送过来的? 丫头们回说,宁妈。 游士便命,叫了她来。 丫头们走至下房,叫了林知孝家的过来, 游士命她脚踏上座了, 一面,游士命她脚踏上座了, 一面忙着梳洗,一面问她, 这一包银子供多少? 林知孝回的,林知孝家的回说, 林知孝家的回说, 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, 凑了先送过来, 老太太和太,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? 正说着,丫头们回说, 那府里的姨太太打发人送了份子来了, 游士笑骂道,小蹄子们, 专会记这些没要紧的话, 昨儿不过是老太太一时高兴, 故意而得学那小家子凑份子, 你们就记得, 到了你们嘴里当正经话, 还不快接进来呢? 丫头们笑着忙接银子进来, 一共两封, 连宝钗带玉的都有了, 游士问, 还少谁的? 林知孝家的道, 还少老太太太太姑娘们的, 我们底下姑娘们, 我们底下姑娘们的, 游士道, 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? 林知孝家的道, 奶奶过去, 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, 一共都有了, 他说着, 游士梳洗了, 命人伺候车辆, 一时来至荣府, 先来见凤姐, 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, 正要送去, 游士问, 都齐了? 都齐了吗? 凤姐笑道, 都有了, 快拿去吧, 丢了我不管, 游士笑道, 我有些心不及, 倒要当面, 倒要当面点一点, 说着, 果然按数一点, 没有礼库的一份, 游士笑道, 我说你闹鬼呢, 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? 凤姐笑道, 那么些还不够, 就短一份儿也罢了, 等不够了, 我再找给你, 游士道, 昨儿你在人跟前做情, 进而又来和我赖, 这我可不依你, 我只和老太太要去, 凤姐笑道, 我看你厉害, 明儿有了事, 我也丁是丁, 毛是毛的, 你也别抱怨, 游士笑道, 只这一份儿不给也罢了, 要不看你速日孝敬我, 我本来依你嘛, 说着, 把平儿的一份也拿出来, 说道, 平儿, 来, 把你的收了去, 等不够了, 我替你添赏, 平儿会议, 笑道, 奶奶先使着, 若剩下了, 再赏我一样, 游士笑道, 只许你主子作弊, 就不许我做情嘛, 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, 弄这些钱, 哪里使去, 哪里使去, 使不了, 明儿带了棺材离使去, 一面说着, 一面又往贾母出来, 先请安, 大概说了两句话, 便走到鸳鸯房中, 和鸳鸯商议, 只听鸳鸯的主义行事, 和一桃贾母喜欢, 二人计划妥当, 有时临走时, 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他, 说, 这还使不了呢, 说着, 一进出来, 又指王夫人跟前说了一回话, 因王夫人进了佛堂, 把采原的一份也还了他, 凤姐儿不再跟前, 一时把周照二人的也还了, 他两个还不敢说, 有时道, 你们可怜见的, 哪里有这些闲钱, 凤丫头便知道了, 有我硬着呢, 二人听说, 千万谢的说了, 专言已是九月初二日, 园中人都打听得, 有时办得十分热闹, 不但有戏, 连耍百戏并说书的女仙儿全勇, 都打点着娶乐玩耍, 李库又向众人姐妹道, 今儿是镇景摄日, 可别忘了, 宝玉也不来, 想必他不知, 又贪住什么玩意儿, 把这事又忘了, 说着便命丫头, 去瞧做什么呢, 快请了来, 丫头去了半日, 回说, 花大姐姐说, 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, 众人听了都诧异, 说, 再没有出门治理, 这丫头糊涂, 应又命翠莫去, 一时翠莫回来, 说, 可不真出门了, 说有个朋友死了, 出去探桑去了, 探春道, 断然没有的事, 凭他什么, 再没有今日出门治理, 你叫席人来, 我问他, 他刚说, 只见席人走来, 李库等都说道, 今儿凭他有什么事, 也不该出门, 头一见, 你二奶奶的生日, 老太太都这么高兴, 梁府上下都凑热闹, 他倒走了, 第二见, 又是头一设的正日子, 也不告假, 就私自去了, 席人叹道, 昨儿晚上就说了, 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, 到北京王府里去, 就赶着回来, 劝他别去, 他必不一, 今儿一早起来, 又要素衣上, 又要素衣上穿, 想必是北京王府里, 要紧的什么人没了, 也未可知, 李库等到, 若果如此, 也该去走走, 只是也该回来了, 说着, 大家有商议, 咱们只管做事, 等他来, 等他来罚他, 刚说着, 只见家母以打发人来请, 便都往前头去了, 喜人回名宝玉的事, 家母不乐, 便命人接去, 原来宝玉心里有件心事, 于头一日, 就吩咐陪明, 明日一早出门, 被梁匹马在后门口等着, 不用别人跟着, 说给李贵, 我往北府里去了, 躺货要有人找我, 叫他拦住不用找, 只说, 北府里留下了, 横竖就来了, 横竖就来的, 陪明也摸不着头脑, 陪明也摸不着头脑, 只得一言说了, 进而一早, 果然背了两匹马, 在远后门等着, 好, 谢谢大家,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,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, 拜拜,